林百红胖了一圈。 片场靠他未养茁壮。 林百红首度演出古装电影。 剧照,2010803.28。 古装奇幻电影《神探浦松林之兰》若仙宗,日前在北京举行发布会《主角成龙》、《阮经天》、林百红和钟楚希等集体亮相。 林百红在片中饰演一名落魄不快, 支援首次与成龙大哥合作非常紧张, 但也相当开心,整个人被大哥照顾得胖了一圈。 林百红表示成龙大哥的静灭程度, 让所有人都感到佩服, 他很重视大家在拍片现场的安全, 一定都亲自确认对首演员没有安全疑虑后, 才开始拍摄。 同时,成龙大哥也很照顾大家的饮食, 不仅每天在现场都有一台餐车, 提供无限量的点心和饮料, 就连保健食品都有好几种。 让林百红笑称, 跟成龙大哥拍完一部戏, 长胖了不少。 《神探蒲松林之兰》 若仙宗不仅是林百红手部古装扮相的电影, 也是他颠覆过往形象, 大胆突破自我的角色。 剧照中, 他穿住一身钱普普快服, 身前身后扛住两大包袱卷, 形色匆匆, 嘴角微张一副欲言又致的样子, 令粉丝期待他的演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